大林 你在这儿擦别人车干什么呀 哦 这是我新买的车啊 你有钱买这么贵的车 我才不信呢 来 你看 哎 你买车怎么不写我的名字啊 买车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 对呀 那就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就好了 你那些整天和你一起花天酒地的男闺蜜去买车 怎么不写你的名字啊 再说了 买这车我一个人花的钱 为什么要写你的名字 我跟他们就是普通朋友而已 再说了 你都说过要娶我了 现在 你买了车了 却不和我说 你有没有把我当一家人啊 那你有把我当成家里人吗 第一次去你家见你父母 就因为我当时家里求 你们全家上下连口饭都没让我吃 我在你们家楼下吃了三天的方便面 这事你都忘了吗 为什么吃泡面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来我家拿的那都是什么破烂啊 你这是来见你的老丈人 你也真好意思 是 我承认那时候我家里是穷 可我还省吃钱又攒了一万块钱 给你爸买了两瓶茅台 两条滑子给你妈买了一套高级化妆品 行了行了 那些破事啊 快别说了 我父母现在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是 现在 我 primarily不是惟了 事务上大阶的马尽 DU 你叫它不是蛮好 吗 我 szer觉得 exten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